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快逃 你要把門關起來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告訴我 你明知道會變這樣吧 因為 蝦枝都不聽我說話 去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嗯 噢 看來 這被咬到會怎樣啊 我知道了 我想不要摸摸看 看會不會有出發結局 OK 是直接get over 沒有結局 有紙條欸 那是 發現了紙條跟祠堂的鑰匙 開始這個調查後 經過多久了呢 我想 看一下時間 不過從來到這裡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指針就停止不動了 那樣應該也沒有經過幾個小時 可是 來這裡知道的是 此地為供奉罕見的神的一族之家 應該說是 陰氣太強 而不能久留 長時間待這裡 就好像發瘋似的 私中的那些人 也許全部都死在這裡了 不過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 算了 不管怎樣 早點離開這裡吧 怎麼辦 不趕快從這裡出去的話 我們就要死了 冷靜一點 沙芝 為什麼你還這麼冷靜 都已經 都已經 慌張的話 什麼也不能解決不是嗎 嗯 總之 現在去休息一下吧 為什麼 我會這麼幸福氣躁 對迷生發火 也不能解決問題啊 迷生 也是很害怕那個 不知道真面目的東西 沙芝 我說那個 其實 我有靈力 這個時候就從他後腦 稍微拍下去 你這個時候不要再發瘋了 欸 靈力 如果這是現實的話 我就給他敲下去 清醒一下 什麼靈力 所以 迷生是真的知道 而沒有阻止我 所以 我會保護沙芝的 要走了嗎 已經不要緊了嗎 嗯 你們最後兩個人 不要分開喔 最後兩個人 他絕對會出事 沒有接電話線 沒有聲音嗎 來幫我 救命 你 怎麼樣啊 是想怎樣 快念書吧 快念啊 現在是怎樣 你們現在是發生什麼事情 叫你 你憑什麼生氣啊 殺隻 一切都是你的錯 你知道嗎 嗯? 祠堂是不是? 祠堂... 祠堂在哪裡? 欸? 祠堂在二樓是不是? 二樓中間嗎? 應該是二樓中間吧 那個...很鬼的地方 我有追逐站啊 這個地方我絕對會卡死在這裡 OK 天啊!這祠堂也太恐怖了吧 在家裡嗎? 這裡是... 供奉神的場所 非常神聖的地方 尤其... 這麼強的咒術者家更是 是嗎? 那這是什麼? 供奉吧 那麼道路將為你而開 你怎麼想? 雖然不是很明白 不過這裡寫著道路為你而開的話 說不定有一世的價值 是... 供奉的東西嗎? 不要說活著的人血的肉之類的 找找供奉的東西嗎? 放置著一副鎧甲 是在守護這個祠堂嗎? 鎧甲不會衝過來咬我吧 欸? 沒有頭的地藏王 有被故意砍斷的痕跡 哇? 地藏王我今天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供奉的東西 呃... 供奉的東西是不是? 這個 沒有 欸? 我們玩那麼多喔 已經看完所有地圖了 可是好像沒有看到供奉的東西 喔你還在 供奉的東西是不是? 我們查查看 欸? 不見 不至於食物吧 那食物看起來也不能供奉啊 好 我們去一樓看看那個 該不會是那個紅色的石頭吧 最後是那個石頭的供奉 我最近其實我沒有看過 欸 迷生 那顆石頭 可以當作供奉嗎? 說不定可以吧 去試試看吧 你不會自己試試看喔 呃...沙汁 什麼? 沙汁 你手鍊上的石頭 跟這顆石頭感覺很像 你這麼一說 確實很像喔 這是 奶奶去世前 留給我的東西 這樣啊 本來是那麼健康的 結果 八十歲就突然生病了 話說回來 我媽媽的祖母 好像也是 在八十歲的時候去世了 媽媽還笑說 不知道八十歲時她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抱歉 在這種時候 嗯 沒事 回去剛剛的地方吧 回去嗎 南無阿彌陀佛 古老的報紙 這是什麼 古老小物 小壞得很重 什麼都沒有 喵 招財貓 一般家裡會放招財貓嗎 好 那我們就 你怎麼有一種 豁然開朗的感覺 你是已經覺得自己會 我相信你是覺得一定會過的 好 我們把石頭供奉吧 好 放上去 有一把鑰匙丟下來了 是哪裡的鑰匙呢 既然寫道路會打開的話 說不定是正門的鑰匙 或是後門的鑰匙 我們搞不好能出去呢 去看看吧 哦 喔 喔 窩 Oh 剛剛怎樣 剛剛怎樣 欸 剛剛擠甲洞了 好 你看一下鑰匙 鑰匙 是哪裡的鑰匙呢 好 繼續 好,就你出去了 我們會不會變成這樣呢 沒問題,我們一定能出去的 哇,這有存檔點真的不是好事 百木鬼一祖之墓 Domeki 百木鬼是長這樣子嗎 跟我想像的百木鬼不太一樣 你也追太近了吧 好險地板不會裂開 那是什麼 說什麼道路會打開是騙人的 你早就知道了吧 不要分開,我覺得他們兩個要吵架了 隱藏房間的事,還有剛剛的事 你全部都知道吧 刷我也要有限度吧 怎麼會,好過分 我猜 算了,我自己一個人走 你一聲你就... 你就... 呃... 呃... 大家選哪一個 我們選狠一點好了 你就死掉算了 沙枝 點點 我們選狠一點啊 選最壞的結局 唉 我說得太過分了 等一下要好好地跟他道歉 結果 我也沒有能從這個家裡出去 到二樓寢室,休息一下吧 咪生 到底在哪裡呢 稍微休息一下,然後去找他吧 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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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說得那麼過分的話 呃,他壞掉了 沒關係,我不在意 你也是因為那個非現實的情況 弄得很混亂吧 真的很,對不起 比起 比起這個 小沙枝 我已經知道從這裡出去的方法囉 只不過 要繞點遠路 真的 那麼你快點帶路吧 那首先 先去拿這個房間的鑰匙吧 鑰匙 欸 說 話說 剛剛這裡有房間嗎 呵,沒錯,有鑰匙喔 想要你去拿過來吧 欸 呃 哇,這裡有好多支點喔 奇怪 圓形嗎 重點,重點不是圓形 重點是它產生的原因啊 原因就是 呃,欸 百木鬼是因為偷東西 對不對 應該是偷東西 是 產生百木鬼的原因對不對 是嗎 我好像有點忘記了 對啊,壞掉了 真的很棒,真的 這種 這種隊友常常出事 一定常常出事 好,那我們要選哪一個 呃 這兩個應該都是壞結局啦 如果 是三個結局的話 我們剛剛選點點應該是最好的 那我們選擇 喔,明白了 房間裡有鑰匙 快去拿吧 我有點累了 先在這裡等你 喔,太好了 那我們出不去了 欸,是那個嗎 欸 迷生 為什麼有鎖門 快點打開 呵呵 喔,這給我跟OVER真的假的 好,一起去吧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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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匙在哪裡 呵呵 再見了,小沙枝 嗯? 嗯? 喔,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怎麼回事 等一下 我不會加害於你的 討厭,不要靠近我 我是 九條實驗 九條實驗 是那個大學教授 你看起來像一個流浪漢吧 不是什麼大學教授吧 你知道我的事 還有,我並不是教授 是,是這樣嗎 我,我是 道牙木沙之 我有看過你的紙條 原如此 那是我寫的 我的本頁是調查怪異現象之類的事 在大學的工作只是臨時教課 不過 這也是活著的事了 喔,看他已經死了 是這樣嗎 剛剛好危險 非常謝謝你救了我 那個是叫做 百木鬼的妖怪 一種冒充成親近的人來欺騙 使其失去那個人的信用 的麻煩妖怪 喔,是這樣嗎 不過 他變成那種程度也很罕見 話說 你一個女孩子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原來如此 你碰到了哥哥拿的石頭後 就瞬移到這裡了 一個跟你的名字寫法不同 但發意相同的房子 結果卻和朋友吵架 是的 好吧,我來幫你逃出去 你一個人太危險了 那我的朋友呢 當然 也會順便尋找你那個走山的朋友 OK 真的嗎 非常謝謝你 總而言之 我先把丟到那裡的鑰匙撿回來吧 他這樣這樣飄過去了 逃猛的 又飄回來了 找找看 能使用這個鑰匙的地方吧 好的,非常謝謝你 獲得小鑰匙 真的很厲害耶 九條實驗 百夢神跟百夢鬼 一個不同的遊戲 我知道那款遊戲啊 只是我沒有玩而已 因為手機遊戲比較少玩 鑰匙是不是 嗯 鑰匙鑰匙鑰匙 呃 我們存在 欸 呃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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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樣 欸 他把我存檔店給吃掉了欸 欸 欸 百夢鬼把我的 把我的存檔店給吃掉了 真的假的 可以這樣喔 哇 看來我不能存檔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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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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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它是獅子嗎 哇 雖然它是嘟捕快河 我想調查左上角呢 對啊 應該是似木 似木神啊 不是百夢神 這邊有一個存檔點 這什麼 喔 好 太離譜了 存檔點 現在是現實出現的東西喔 欸 鑰匙又在哪裡啊 我們看一下他們的提示 誰鑰匙 是不是 開抽屜的鑰匙呢 好 開抽屜是不是 要調查這個啊 啊 不行了 開抽屜是不是 喔喔這裡 當家的日記 今天我們一族所供奉的神 慧眼神 不知道被誰盜走了 不過 切盜者也非常的愚蠢 因為能從我們的咒術逃離的人更不存在 已經知道偷走慧眼神的人了 是我族家成六道一族的人 家成之中 既然還有人做這種事 我認為 要斷絕跟這一族的所有關係 喔 看來是這個家的當家所寫的日記呢 喔 欸 這種領眾的空氣又來了 這 這種強大的靈力是怎麼回事 我快不能保持住靈體的姿態了 殺之 總之快點逃 好的 快點逃 快逃 快逃 逃 趕快逃走 總之先逃到一樓吧 什麼 討厭 不要過來 這個情景 在跟夢領的是一樣的 確實在相反側路線 最裡面有一扇紅色的門 總之 現在先逃再說 喔 喔 喔 他把地板用一個洞 相反側路線是不是 有一個紅色的門 這個嗎 打不開 紅色的門 喔 這個 數是什麼 21 2102 沒按到 哇 喔欸 沒按到啦 氣死我了 2102啦 1103 1103 2103 210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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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2103 2103 2104 1103 1104 1104 1104 2104 1104 1104 2104 1104 2104 210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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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点点 那是 说不定能知道些什么 不要被发现 慢慢跟上去看看吧 我想 看完整个房间 诅咒的真面目 诅咒就是由于失咒者本人 与被诅咒的对象之间 存在一种搬运负面能量的精灵 而所成立的 若使用超过失咒者能力的诅咒仪式的话 作为代价 同样诅咒将会反弹于自己 所受到反弹诅咒的情况也是一样 所以就是要修炼好 自己如果太弱的话 也是不能用这个诅咒的 护肤 拥有灵力做成的护肤 就会有驱魔的效果 透过贴在房间墙壁上 也会制造出 你似的结界 鸟居 鸟居是灵通过的道路 同时对活着的生物而言 是通往灵界之类的门 异世界的门 用异世界啊 通往异世界的门 80岁死掉 可也不是18岁啊 没有拿走的必要 那剪刀应该也是一个结局吧 好 我们跟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